一瓶飲料本身的價值是不是只有10塊錢 就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給了10塊錢 飲料都拿給他賣給他 這個是他的認知 實際上呢 其實我覺得就我們的角度來看 他是遠遠大於10塊錢 是因為競爭市場的考量 不得不把它定位在10塊錢 這個除非是因為競爭對手 我們面對競爭對手的一個考量 我們把它定位在10塊錢 實際上他的支持平台超過10塊錢 價格與價值 這個是我們總裁常常在講的 銷售的五個層面 第一流的業務到第五流的業務 先從第五流開始講 第五流的業務賣的是價格 就是這個促銷啦 就是說這個 我這個10塊錢的東西 我5塊錢賣給你啦 他賣給你這個優惠啦 那第四流的呢 他賣的是那個產品的功能啦 我這個產品他是可以非天頓地啦 吃了可以長生不老啦 那第三流 第三流他賣的是一個那個 運營的模式啦 他跟你講說你這個東西呢 要如何賣 跟你講這個你該如何去做推廣 他 他教你怎麼賣 那第二流的 他是賣服務 賣服務 他是售後服務非常好 就像賣汽車一樣 賣了汽車之後跟你講說 這個你什麼時候需要來保養啊 你跑了幾千公里還要回到我們公司 這個車廠來做一些這些服務啊 這個是售後服務 那第一流的業務賣什麼呢 我覺得他賣的是一個夢 我覺得啦 為什麼我覺得他賣的是 當然 第一個業務其實不是賣夢啦 他是 馬雲說是賣自己啦 那我自己覺得他是賣一個夢想啦 為什麼 因為感動 其實我覺得 定義不同而已啦 定義差不多 可是字面上的簡直不同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看那個市場上面那個 那個生技股啊 那個賣藥的啊 那個本夢比非常的高啊 那個真的不是我們在做那個品質上面的管控 在做行銷的推廣 那可以賣出來的價格 那個是 那個是 賣的是一個夢啊 那個什麼藥 那個什麼藥廠的那些補料 隨便賣都一兩千塊 在那邊 我覺得他賣的是一個夢想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這個給大家看好 台灣這次奶茶 胖到國外 看一看到韓 韓國這邊也在 台灣的珍珠奶茶 德國這邊也在外 珍珠奶茶 那這個全世界 甚至那個星巴克這邊也是 在研究這個 珍珠奶茶的一個 珍珠的開發 所以全世界都在他們 珍珠奶茶 為什麼我要 我們要把這個珍珠奶茶 放到這個簡報裡